这个男人正准备亲吻女友 但下一秒他们就天人两隔 而造成这一切的火车头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着还有余温的双手 修一崩溃大喊 但事后火车头在新闻上不仅没有道歉 反而谴责女孩是站在马路中间才会被她撞死 并且只拿了五万慰问金给修一当封口费 这让修一无法接受 愤怒的就要收集证据起诉火车头 但她父亲却劝她放弃 因为挡在她面前的是全球最大的超人集团沃特集团 而他们只是连律师费都交不起的穷鬼 无奈修一只能放弃 可看着超市火车头代言的产品 修一脑海里闪过女友死去的画面跌倒在地 可她又能怎么办呢 直到这天一个胡子男的道来改变了一切 布切尔表示能帮修一让火车头付出代价 但前提是修一得潜入超级七人塔安上窃听器 这不是开玩笑吗 那可是七个超级英雄所在的大魔 修一二话不说就要拒绝 但布切尔早就想好了计划 先让修一打电话给律师表示可以接受封口费 但火车头必须当面跟她道歉 这样就可以有理由进入超级七人塔 紧接着布切尔拿出特制窃听器就给修一 很快修一成功进入大楼 但当她真正面对杀害女友的仇人时 她差点控制不住自己 好在最后还是忍住了冲动 强装微笑我玩手后 她借机去了一趟厕所 可一不小心却把窃听器落在门外 好在没人发现 但就在她离开时 厕所中偷窥的隐形人却显露出来 回到会议室后 修一顺利将窃听器贴在桌下 坐在车上的她满脸兴奋 表示自己还可以帮布切尔更多 但却被无情地赶下车 可就在她回想今天发生的一切时 店内的门却被推开 但诡异的是却没人进来 不料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原来是隐形人带着窃听器一路跟了过来 二话不说就将修一打倒在地 并且逼问她跟布切尔到底是谁 眼看修一居然啥也不说 隐形人拿起电视就要砸死修一 但下一秒一辆汽车直接将她撞飞 原来是布切尔听到窃听器赶了过来 满脸自信地她拿起窍棍却砸在了空气上 下一秒就被隐形人打飞 很快他们就扭打在一起 为了看清隐形人 布切尔将血液喷在她身上 可她即使看见了也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就在隐形人拿起窍棍正准备结束她的生命时 修一却偷偷溜到后面拿起了电线 刚要出手却因为电线太短被发现 好在布切尔及时给上一脚 瞬间一阵电光火花屁股滋滋冒烟 成功电倒了隐形人 但绑架了超级欺人组之一的隐形人 这也让他们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感谢观看